哈囉,你好,我是萊斯 今天跟大家介紹UB新作品 榮耀戰魂 Beta這幾天啊,Twitch上都搶下前幾名 這是一款線上開放之路的對戰遊戲 主要的核心玩法是在進行角色間的比武 遊戲進行是單場競賽制度 不但可以做職業技能的調配 也有配裝、打寶、抽裝備和改造的要素在 你可以搭配不同的職業、技能 去選用不同的裝備 對應不同的環境創造流派 主要的遊戲內容是玩家之間的比武 利用輕攻擊、重攻擊、招架閃避、格擋等動作 甚至利用各職業不同的特性和動作 讓遊戲玩起來有一定成分的格鬥感 你需要看對手的動作 憑你的經驗和反應去做應對 有人說像是格鬥遊戲 有人說像黑暗靈魂 也有人說像魔物獵人 其實概念都差不多 我個人是覺得它是格鬥遊戲 不過和格鬥天王、快速旋風那種有蠻大的不同 如果你擔心格鬥技術不如人 一直被殺 沒關係沒關係 沒事沒事 這被砍、被虐也是一種享受 如果抖M抖不夠 抖到翻過去 你就變成抖W 不然遊戲前省著 抖內也是可以的 目前總共有9種職業 每種職業的基本操作都差不多 不過每種職業都會有蠻獨特的特性 在使用和應對上會有蠻大的不同 和其他類型的遊戲一樣 像鬥症特攻也是 你可能不會玩每一隻角色 但是你玩到中期會需要知道每個角色的特性 遊戲BETA開三種模式 分別是 玩八萬對決 2v2的亂鬥 跟4v4的爭權 1v1對決 是兩個人單挑練技術 一個練腳四招的遊戲模式 2v2亂鬥 就是兩人一組的對決模式 就是2打2PK 4打4爭權 則是除了8人同時進行遊戲以外 還要站點集資源 有另外的遊戲規則 未來似乎還會有4v4的殲滅戰 類似4v4的對決模式 以及4v4的死鬥模式 至於會不會有劇情模式 目前我是不太敢肯定 不過目前看流出來的消息 似乎是會包含五種戰役和劇情戰役 爭權模式 1v1和2v2模式規則比較簡單 就先略過 爭權模式是4v4的據點規模戰 除了有玩家以外也會有NPC小兵 場上一共有3個戰略點 每佔領1點的當下可以獲得100分 並且每個點每秒額外獲得1分 當團隊失去戰略點的時候 對方會獲得100分 你的隊伍則損失這100分 當隊伍獲得1000分的時候 會進入殲滅模式 敵隊會無法自動復活 需要靠手動救援同伴 如果戰鬥中你不是被打趴 而是直接被處決斬首之類的 就無法復活 當然如果有人在盯著你 你也沒有機會去復活你的隊友 除此之外 因為掉據點會讓額外的100分扣回 所以很有可能在掉據點的同時跌破1000分 就又關閉殲滅模式 死掉的人又可以被系統復活 在剛過千分的殲滅模式 有可能分數會來來去去的 隨著時間分數漸漸累積 到達1100左右 才會穩定的進入殲滅模式 實力不要差太遠的話 會在1000分這個區域來回一陣子 想辦法讓隊友復活或是站點都不錯 在兩側的距點會距離比較遠 佔領距點後 站在距點內會自動回血 而且可以增加聲望 該場聲望夠才可以施放技能 中間的距點會有大量士兵 擊殺這些士兵可以隨技能回血 除了獲得聲望也可以額外獲得隊伍積分 所以在這個模式中 除了PK技巧很重要以外 和朋友的搭配啊戰術的運用啊 人員的調動啊 和朋友一起多打掃啊 繞背打大招 這些互動就蠻多蠻好玩的 技術層面很吃重 但是戰術的部分也很重要 如果技術不如人 也沒關係 你總是可以期待對面碰到豬隊友 每隻英雄都有自己的等級系統 等級越高可以學會的英雄技能就越多 目前一共有9個角色 每個角色可以安裝4格技能 每個技能有3種可以選擇 等級越高可以做的選擇變化就越多 只是選擇越多而已 沒有說越高等級的技能就一定越強 一級也是有4個技能可以帶 職業之間的裝備 不互通喔 不互通 你用什麼角色打到的裝備 或是用遊戲幣抽到的裝備 都專屬於那個職業 不過 越高等可以打到越好的裝備 甚至還有藍色以上的裝備可以選擇 抽包啊什麼的遊戲最好玩了 不過這次不用現金抽 在遊戲裡面 節美日打仗賺錢抽也是爽爽的啦 會不會有現金抽就不知道了 裝備也提供了強化和拆解系統 不要裝備就拆掉成材料 材料拿來強化享用的裝備 讓這種單場制的遊戲 多了打保養成的概念 這次簡單的遊戲介紹啊 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的話 還請幫我按個like 順便在下方留言啊 看有沒有什麼想看的內容 會多做一些心得和資料出來 有機會的話 可以來看看我的twitch實況喔 謝謝大家